大家好 歡迎來到開拓卡顏FCG 就在今天晚上8點 遊戲王公布了2022年10月新進線卡表的調整內容 這次的進卡又多出了一張泛用的Link2 是這張同盟運輸車 這次的新進卡表針對前兩大主流都有做出不少削弱 趕快來看一下這次的新進卡表的內容 這次的新進值卡一共有兩張 分別是同盟運輸車 還有勇者系統裡面的琉璃絲舊騎手 同盟運輸車是一張泛用的Link2 在現在環境裡面主要是雷精靈會用來裝破壞劍 他被禁的原因是因為素材太過寬鬆 可以作為各種牌組的泛用外掛 例如可以搭配雷精靈裝備破壞劍封額外 或者是搭配魔舊來裝備積木龍 或者是搭配1M龍劍4來裝備妖精傳機白雪 讓他可以順利的送進墓地 在現在環境裡面又多了泛用的Link4四海龍 可以解除運輸車連結召喚的限制 太過強勢 所以又一個泛用的Link2進入了進卡的行列 第二張新的進卡是勇者系統裡面的施救騎手 勇者系統自從隨千使跟阿拉梅西亞之儀被限1之後 已經退出賽場環境裡面很久了 這次將施救給禁掉 作為交換將隨千使改為限2 可能勇者系統之後有新卡要推 因此先將最關鍵的康牌單卡 琉璃的施救騎手給先行的禁止 再來是限制卡的部分 這次的新限制卡總共有10張 其中有7張針對賽場上的前兩大主流 雷精靈跟伊西斯伊勢壞 雷精靈的部分動了3張 鬼青蛙、雷精靈白色 還有魔法卡雷精靈啟動 10月之後就變成了限1卡片 各自只能夠投入1張 這3張主要砍的是雷精靈的單卡動點 鬼青蛙跟啟動 還有減鎖啟動的雷精靈白色 搭配進卡的同盟運輸車 使得雷精靈的起點跟終點都大幅度的削弱 降低了雷精靈的強度 因為鬼青蛙限1的關係 青蛙系統在10月之後應該是不會再投入雷精靈裡面了 使得雷精靈剩餘的單卡都會變成泛用的外掛 去投入在其他有惡星、惡階或是link2的牌組裡面 開啟大雷精靈的外掛時代 針對伊西斯伊勢壞的部分 這次總共限制了4張卡片 分別是古衛兵、束神像、珠光宣告者 還有場地卡、珍珠世界 這4張單卡都是伊勢壞裡面會用到的強力系統 少了一組堆墓加上墓地坑的組合 使得噴牌的機會大減 束神像只有一張的關係 在墓地裡面的妨礙數量也減少了 還有在仙宮常會用來防守坑的珠光宣告者 也共同的限1 降低伊勢壞的抗坑能力 場地本身則是有檢索跟炸卡的能力 強度太過強大 因此也共同的限制一張 這4張砍完之後 其實伊勢壞的系統裡面仍然還有古堅兵3張 單卡動點也還是不少 削弱程度並沒有雷精靈來的明顯 強度仍然是超主流的等級 估計在下一期伊勢斯伊勢壞 仍然會在環境裡面佔了大多數 剩餘的3張新限制卡 其中一張是蓬鬆鳥地圖 另外兩張是從舊的禁卡來放寬 蓬鬆鳥地圖是蓬鬆鳥的關鍵單卡 配合手牌裡面的蓬鬆鳥來進行展開 上一期將它限制為兩張 蓬鬆鳥在環境裡面還是有少許的數量 而且因為打法上會有裂風結線向 封鎖對方整副牌組的運作 因此將它的關鍵場地再度加重限制 變成了只能夠放一張 起手會更加難以抽到地圖 強度上也削弱了不少 另外兩張禁卡解禁的是 巴泰烏還有柯茲封印 這兩張的效果都是 封鎖對手在下一個回合的抽牌 在現在環境裡面效率已經不高 解除禁止來觀察 估計之後會逐步的解除限制 這次的新準限制卡 總共有7張 其中有3張是加重限制 從可以放3張變成了只能夠放2張 分別是伊勢壞的三星人魚 次元吸引者 還有閃電風暴 伊勢壞三星是本家裡面的首坑 在對手回合也可以堆目牌組 後攻的第一回合也能夠做到大展開的程度 因此將它限制為兩張 配合前面的現衣部分 削弱伊勢壞的系統 四元吸引者是現在反主流常用的首坑卡片 環境裡面主要會使用的有 雷精靈、蓬鬆鳥 還有驅魔修女 當作針對伊勢壞的單卡 四元吸引者成功之後 一卡可以封殺太多的牌組 而且起手有沒有抽到高度的影響整場的勝負 這次將它限制兩張來觀察使用狀況 第三張準限制卡是閃電風暴 這張卡是泛用的備牌卡片 它有破壞怪獸跟破壞魔線的兩種選擇 而且是全場大規模型的破壞 是現在玩家常常會放的萬用節償卡 這次限制兩張讓玩家必須改用 羽毛掃、弱雷等等特定的節償卡 讓大家之後的備牌可以有多一點的選擇 接下來還有四張準限制卡 是放寬限制 從原本的限一變成了指限二 分別是紅彩魔術師 ABC龍炮 聖殿隨潛使 還有幻影騎士團的獵靈甲 聖殿隨潛使 目前還不知道影響何在 配合的魔法卡 阿拉梅西亞之儀仍然是現一的狀態 而且這次有將施救給禁止了 勇者系統多了一張隨潛使 只多了一個特招點 可能是之後會有勇者系統的新卡要出 紅彩魔術師 是魔術師檢索新雙擺盪陣 還有時空擺盪陣的關鍵單卡 而且沒有一回合一次的發動限制 這次將紅彩放寬限制 來增加魔術師的競爭力 紅彩變成兩張之後 可以利用咒毒檢索到手牌 因此在強度上有關鍵的提升 渴望在下一期 能夠有機會繼續的出現在賽場上面 第三張融合怪獸ABC龍炮 這張卡是ABC的關鍵融合怪 可以自體分解 還有二數除外對手場上卡片的能力 但是配合的單卡 運輸車跟水晶技巧 目前都是禁止卡了 ABC這個系統應該還是救不起來 放寬兩張來增加玩家的選擇性 幻影騎士團的獵靈甲 則是之前在鳳凰勇者時代 因為強度太高而遭到限制 這次的卡表禁止了施救 而且現在也沒有蟒蛇跟鳳凰小子了 幻影騎士團可能要走回做No.86的路線 放寬一張獵靈甲 在強度上應該還是不到現行環境的強度 這次的新解除限制卡總共有五張 分別是刺刺帶鳥人 閃刀勾爪 未介於鹿角兔 SPYR度假村 還有暴走魔法陣 刺刺帶鳥人是延續上一期解惡的單卡 這次將他解除了三張 另外四張都是特定牌組的常用單卡 分別是閃刀機 未介於暗黑界 SPYRAL 還有召喚師 這四副牌組在現在環境裡面 都已經不具競爭力 無法威脅環境 開放三張 讓玩家有更多的選擇 對環境的主要影響基本上沒有 強度提升的幅度非常的有限 下一期環境預測 本期的主流伊西斯伊士壞 這次總共被砍了五張單卡 但是還是有許多強力的單卡 像是古劍兵 宣告者神巫 簡易融合 還有齊多卡洛斯 估計在下一期伊斯壞依舊會是強勢的主流 仍然有相當大的優勢 再來是第二多的雷精靈 這次中了相當大的一刀 總共有四張單卡 包含了關鍵的禁卡 同盟運輸車 雷精靈系統的起點跟終點 都被大幅度的削弱 估計在下一期 雷精靈會變成各種牌組的泛用外掛 搭配雙子 或者是搭配鐵獸戰線 繼續出巨大雷精靈 以各種不同的型態 繼續的活躍在賽場的環境裡面 再來是目前的第三主流 深淵獸 這次的禁線卡表 完全沒有動到深淵之獸的系統 考量到下一期伊斯壞的強度下降 深淵獸可能會超前雷精靈 變成下一期環境的第二主流 目前也廣泛的存在於各種牌組之中 作為對伊斯壞的反制外掛 其他的牌組部分 次元吸引者的線二 還有蓬松鳥地圖的線一 使得反主流系統 面對伊斯壞少了相當關鍵的牆卡 後面會越來越難生存 薩地利分離爾 目前仍然是三張的狀態 在下一期繼續的幫大家解場 作為泛用的特招點來使用 這次的禁卡表 解除了一張聖殿的隨前使 卻莫名其妙的將失救變成了禁卡 這點目前還意義不明 要看之後的新卡要怎麼樣出 擺盪系統的迎金公主 這次的禁線卡表是完全沒有動刀的 在下一期擺盪系統 應該還是會在賽場裡面 佔有一席之地 其他老主題這次都有給一點機會放寬 但是ABC 閃刀機 暗黑界 幻影騎士團 SPYRAL 魔術師 還有召喚師 他們本身的系統 在現在環境裡面還是很難競爭 這些牌組要能夠上到賽場 還是相當的勉強 這次的禁線卡表 又宣告了一個 泛用Link2的時代結束 連續三期 分別是蟒蛇 水晶技巧 還有運輸車 下一格究竟會是誰呢 10月新進卡表適用之後 估計在下一期的優勢主流應該還是E4壞 在E4壞之下的主流 可能會有各種雷精靈 各種深淵獸 還有薩地利的系統 至於其他的主題 目前都很難抗衡了 只能夠等新卡包出看看 有沒有比較強的新系列 秉圖的變化 目前看起來前三推測都不會變 其他有點機會的有 鐵獸跟LL 龍劍士 魔術師 英雄 雷龍 還有魔咎 這次的卡表相對砍的比較針對 也是因為這三個月以來遊戲的環境平衡的關係 那麼今天的進線卡表內容就公佈到這邊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的留言討論 掰掰